身体怎么放下 不要再执着了 身体是需要照顾 身心健康 要用这个东西办事 它不是我 它是我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个好工具 要爱惜它 但是不能过分的 过分的爱惜就搞错了 喧宾夺主了 身体是我的用人 听我办事 听我智慧 不可以搞颠倒了 它变成主 我变成兵了 我天天去伺候它 去照顾它 那就错了 为什么 身有生死 我们有生死 这个要搞清楚 六道轮回 不是身处轮回 那什么是自己 你知道了吧 一般人讲 灵魂是自己 你要爱惜你的灵魂 不要爱惜身体 真正爱惜灵魂的人 身体一定好 为什么呢 身体 听 灵魂 灵魂做主 听它的 这就是佛经上讲的 静随心转 静随心转 身体是物质环境 念头是它的主宰 这个物质现象 从哪来的 相有心神 在佛经文教的 相是物质现象 心变现 相有心神 心是主宰 现在很多人 是物是主宰 心不是主宰 搞电倒了 所以它染上病 它不能好 最后必死无疑 为什么呢 它要为身求佛物 这就错了 这就错了 有心神 我面对 我 특별 就黑了 抱成